马基仅用一句话奠定冯拱在相声圈地位 早年马基接触采访谈到了自己的徒弟冯拱 他仿佛看到了未来对冯拱大肆夸赞 更是直言对方是自己最优秀的弟子 而事实证明冯拱也确实值得马基这句话 早年他凭借创作能力连续多年霸占出完舞台 江坤退位之后冯拱更是坐上了取写主席的位置 不过要说冯拱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 老汪曾一语道破原因 冯拱不喜欢掺和相声圈爱恨恩怨 他为人处事几乎让人挑不出毛病 马基去世之后冯拱年年都会在清明节那会儿去祭拜恩师 这说的是他尊实重道 牛群几次离开冯拱出去搞事业 先是经商赔了钱又是做县长被坑 但冯拱依旧没有抛弃他 始终等着牛群迷途知犯 二人还继续做搭档 可牛群回归之后 他们的春晚节目却始终过不去标准 牛群深知自己拖累了冯拱 二人这才彻底裂学 这说的是冯拱有情有义 郭德纲早年在段子里挑衅冯拱 拿他的口头缠编段子 可冯拱不仅不生气 还夸赞郭德纲是个非常有才华的演员 这说的是他有容忍之谅 包括日常出行 冯拱遇到粉丝 他都会第一时间上前脱帽鞠躬 感谢他的衣食父母 这样的冯拱配得上马迹那句 他是我最出色的弟子 那么你们觉得呢 对不起